City of mine How I love How I love The city of mine It never gets me down City of mine How I love How I love The city of mine It never gets me down 只要买冰美食都有吐司是吧 好嘞 谢谢 我每次过来拿 然后都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我不用吸管 好谢谢 小龙汤包是吧 在这边吃 我觉得 这个灌汤包和这个冰美食 他们两个肯定是一对 真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太配了 因为它这个灌汤包啊 它里边是有这个 肉 以及油油的这种味道的 你吃完了之后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腻 接下来再喝一口这个冰的美食 就真的是绝了 就把那个腻的那种味道 一下子就解决了 跟你们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嗯 我不是经常在来这边吃灌汤包吗 有一个晚上我在这边吃灌汤包 我就坐在后边这个桌子上面 这个桌子的另外一侧 对面有一个男的 他一直盯着我看 总感觉好像就是哪里有点不对劲 吃完了之后 他就坐过来坐到我的对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那个牛 我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过了 我说嗯 是的是的是 他说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我在这边吃灌汤包啊 太搞笑了 因为当时他见到我真的好惊讶好惊讶 障碍就这么大对不对 很有意思 而且我发现我基本上每次都是 对别人认出来都是在我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就挺奇妙的有意思 我以为你平时都是两个 我们现在是太高差了 是吗 我们周更啊 但现在是一个团队做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一周会更两个 哦 那个送的饼干 送完了 没事的 没关系 谢谢啊 再见 咖啡 豆浆 饭团 油条 四兄弟齐了 我是发现了就是饭团和咖啡其实更大 那油条和豆浆其实是更大的 瞬间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是什么歌 弹幕打一下 然后吃到了一半 我突然 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就是说把这两兄弟 放在一起 喝一喝他的味道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很奇怪 我靠 喝的好爽啊 他又有豆浆的香气 又有咖啡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可倒是可以研究出来一个配方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豆奶拿铁吗 豆奶加上黑咖啡 这就是豆奶拿铁 又或感觉用秀 قد很多东西 做一个可铁 让大家看我视频的朋友肯定知道我喜欢缩粉 吃个螺蛇粉再加一杯特调咖啡 或者是冰美食都可以 但我觉得像螺蛳粉这种味道比较重的 它加一点酸甜味的咖啡就非常赞 我还特意约了后边那个小哥 尝尝试一下 沐浴花小丸子拿点 这个又刷新了我对咖啡的认知 可以边喝咖啡边吃小丸子的 帮我点一个气泡美食 再帮我点一个橘子水美食 这个气泡美食它就是气泡水加美食咖啡是吧 能不能帮我加点糖什么的 因为我想喝点甜甜的感觉 咖啡师一再叮嘱 这个千万不要搅 所以说我就听他的话 我说我没搅 OK已经到了 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吃螺蛳粉一定得坐外边 所以说就可以坐外边 酱牛肉螺蛳粉 我就吃个招牌的了 我也吃招牌的 那就两份招牌的好吧 你们有人谁吃过这种脆皮没 这脆皮是什么猪肉吗还是鸭掌 哇鸭掌看起来不错 点一个鸭掌吧 微辣就这个不好意思啊 只能吃微辣的不好意思啊 这个重辣的忽不住 招牌不辣的 招牌不辣 你看就比如我们这个点了九十多块钱对吧 两个人 我就是按人均四十五块钱嘛 乘以五十吧 那就是一天三万到四万之间嘛 他们家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比较正宗的这种感觉吧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多人吃 你看里边有这么多人 里边做的满满当当的 好满好满的这种感觉 尝试一下 感觉没有那么臭 它这个味道的话 我觉得它符合大众人的口味 因为你的那个咖啡是属于酸甜口的吗 对吧 配这个螺汁粉 你觉得怎么样 酸臭 什么 又酸 又甜 又臭 你这个描述完之后 对面的这个小姐姐都笑了 听不到声音了 他能听到吗 他跟他在那里笑 你这个不辣吗 对 我的不辣 你帮我拿个勺子 我尝一下你的这个汤 尝一下 没得感觉了 哇塞你去加点辣椒吧 真的 你这个吃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清汤米线一样的 螺蛇粉啊 真的一定得吃辣的螺蛇粉 加这种冰的甜一点的气泡的这种咖啡 再一下吃螺蛇粉呢 它旁边都会放什么饮料呢 有这个酸梅汤的 然后有的是放的 有的是放水的可乐的分达的 只有我们这个比较奇葩点了咖啡 已经完了 然后这边也见底了 最后一口喝掉了 好吧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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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